2011 GAMEPOZE 線上活動 大家好 歡迎收看 2021 GAMEPOZE 線上活動 這一集我們來到的是 Seagate 的攤位 在我身旁的是 Seagate 的 Dave 嗨 大家好 我是 Seagate 的 Dave 那 Dave 這次來到我們 GAMEPOZE 線上活動 什麼新品來跟大家分享呢 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 一個 Seagate 一直以來強打的品牌 叫做 Firecuda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 Firecuda 我們已經前面講很多了 我們現在為什麼還要再重新回來講 Firecuda 呢 原因是 我們沒有要講前面的產品 這一次我們要講全新的產品 對 所以今天各位觀眾可以在這個時間 得到最新第一手所有 Firecuda 的資訊 那就請大家繼續看下去 好 好啦 Dave 那我們要先來介紹的是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第一個產品 也是我們現在正在主打的 Firecuda 530 系列 SSD 那 530 系列 SSD 呢 是採用 Gen4 的全新介面 那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之前好像已經有出過一個 Firecuda 520 系列了 為什麼現在還要再多一個 Firecuda 530 呢 對啊 都是 Gen4 對 都一樣是 Gen4 嘛 那各位如果說有稍微研究一下 SSD 的 這些重度玩家 嗯 或是說我們現在在 螢幕前面的這些玩家 專業玩家們 你們應該都知道 Gen4 SSD 它是可以跑到 Gen4 的速度 但是不見得 SSD 本身有達到這樣的等級 所以我們在去年 我們推出了 Firecuda 520 系列的 Gen4 SSD 沒錯 我們先初次提升一下 就是說就是為了跟進 AMD 對 把推出 Gen4 的 SSD 對 沒錯 我們為了在 跟上市場潮流 所以在 X570 晶片組上市的同時 我們也非常快速的就上市了 520 的 Gen4 SSD 沒錯 當時我們推出的速度是 5,000Mbps 已經比 3.0 還快 對 已經比 3.0 速度還要快 那當然這個一切都是歸功於 Gen4 SSD 的頻寬 更大 那在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調教 以及非常多的研發之後 是 我們在今年 我們正式上市了 就在 8 月初 我們即將在市場上正式上市 那 Firecuda 530 這個 SSD 的速度 會比 520 還要再快 再快 2,000 Mbps 哇 等於可以跑到 7,000 喔 對 最高速的可以跑到 7,300 Mbps 的讀取速度 同時我們也提供了 6,800 Mbps 的寫入速度 哇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誇張的數字 沒錯 也就是說正式 Seagate SS 正式來到了 我們所謂的 7000 Club 對 我們直接進入到這個電台 那在這一次上市 我們會推出 4 個版本 500G 1TB 2TB 4TB 哇 到 4TB 都有 聽到 4TB 了對不對 超大的 目前市場上 客奈等級的 SSD 最大的容量就是這顆 對 目前市場上最大 你可以買到最大的容量就是 4TB 就是這顆 提供給你最高速的效能 是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那你只有推出這個 7000 俱樂部 那個某某牌的都有嘛 那 CK 到底強在哪裡呢 我們這邊就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CK 搶在哪裡 第一 除了剛剛提到的 每秒可以跑到 7000 Mbps 的水準之外 是 我們還多了 100萬的 IOPS 隨機讀取速度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速度 也就是說 除了連續讀寫 大量的檔案之外 我們也提供給你隨機存取 有更好的效能 它可以每秒有100萬個 IOPS 的操作 對 很誇張 所以這個是 當你不管是拿來做 畫面載入啦 或是 快速載入影片啊 快速載入遊戲程式 或是說 你是拿來做 4K 甚至8K的影片剪片 就當Media Source 沒錯 都可以輕易的征服 每一套需要高效能的軟體 是 所以 這一個 Fakuta 530 我們鎖定的族群 不只是 專業的電競玩家 也包含了專業的影音工作者 內容創作者 內容創作者 對 不管他是要處理音聲音 還是要處理影片 影片啊 影像都可以 或是3D制度 都非常適合用這一顆SSD 那當然 除了在速度之外 我想 Seagate最重視最重視的 就是在 效能跟 耐用度之間 必須要取得一個評分 當然 你不可能很快嘛 沒錯 不可能很快 然後你又不給耐用度 因為 硬碟最重要的 並不是在 單純效能而已 還有更重要的是 在裡面的資料 都是你的創作質 資料的保存啊 保護這段 對 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 比較晚推出 就是為了要 能夠 確保我們的產品 在調教上面 可以達到更高的耐用度 是 所以我們提供了 180萬小時的 MTBF 就是 平均可以達到 180萬個小時的 使用開機壽命 對 使用開機壽命 可以達到180萬小時 我們也是目前 少數 SSD廠商 敢直接公告 這個數字的 硬碟製造廠 對不對 對 大部分都只告訴你 我的讀寫速度有多快啊 讀寫 基本保固 背天還會爭地 但是沒有跟你說 什麼時候會壞掉 對 所以我們有 針對耐用度 特別做調教 好 另外呢 我們也提供 將近0.7個DWP 每日平均寫入量 每日平均寫入量 達到0.7 這也是一個 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 那 它有個驚人的 TOTO 對 我們TOTO 可以達到5100TBW 哇 5100 對很多人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對你要花多少的時間 你要每天加班多少的時速 你才可以寫入這麼多的容量 5100TB的資料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這一顆硬碟 主打就是耐用度 跟速度 兩個兼具 我們給你 超凡的速度 沒錯 同時我們也給你 極佳的耐用度 超高的耐用度 對 有一個5100TBW的全跌寫入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用到 當然我們在製造產品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先以消費者可能會需求 因為我們可以提供的 可能永遠都要比消費者 站在更前一步 所以我們提供了更好的規格 還有更好的耐用度 那直接用 耐用度跟速度 直接自霸整個戰場 了解 對 對 那很多人都會說 這些規格你下下來就好啊 怎麼樣可以表示出來呢 我也用不到那麼多啊 那我們有一個外媒所測試的數字 可以在下面讓你做個參考 就是從510、520到530 對 大概速度的變化 沒錯 他做了一個很完整的測試 再來為了要測試 到底這一顆硬碟 我們剛剛有提到 IoPS 我們其他耐用度 所以呢 除了做一般的 除了 詞碟的讀取跟寫入速度之外 我們也在上面做了 我們也在上面做了 正列 我們用瑞琳的方式 做了一顆兩顆跟三顆的正列 是 讓使用者 你們可以在這個畫面上面 可以看一下 他在正列上面的效能表現 這也是天文數字 沒有在打折的啦 三顆就直接給你乘以3的效能 兩顆就直接給你乘以2的效能 沒有在含扣的 超快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所以你看下面那兩位外媒 臉笑成這樣 很爽的樣子 好 當然啦 很多人會說 欸那這麼高的耐用度 對啊 他有沒有其他額外的保障 有 我們在接下來 Seagate的Facuta系列 嗯 我們都提供 五年的 道府收送保固 哇 以及三年的資料救援服務 所以我有五年的產品保固 對 在這個期間如果這個產品有壞掉 我可以 用保固來換新 對 你打到我們維修中心 對 我們就會直接換一顆 好的硬碟給你 那這個 在這個三年內 如果我的資料有問題 對 我要可以請你們來幫我維修 對 還可以救回資料 對 我們會直接把我們的SSD送到 我們在全球有兩個 資料救援中心 而且是你們 CGate指引的 對 CGate指引的 不是第三方喔 所以我們直接送到 我們的資料救援中心 哇 由資料救援中心 把這些裡面的資料 救出來 然後再把打包 送還給消費者 如果你裡面的資料 都是你的心血結晶 舉例好了 辛辛苦苦花了三天三夜 設計出來的3D文稿 結果因為SSD掛掉 心血整個不見了 怎麼辦 或者說十年的家庭照片 對 都不見了怎麼辦 所以 這個就提供給你最好的方法 那這也是 業界唯一 有保固又有資料救援的 沒錯 CGate是目前 在所有的硬碟廠 跟SSD廠商裡面 我們唯一敢提出 我們會提供給你資料救援服務 同時 我們的資料救援成功率 累積到目前為止 我們自己的紀錄 是有到90%的資料救援成功率 其實很高 其實很高 那當然這也是歸功於 我們掌握了非常多SSD的關鍵技術 我們有很多非常充分的儲存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給消費者 我們的想要 或是我們的使用者想要的服務 好 那很多人都會聽錯說 欸 剛剛講三年資料救援 是真的是 是硬碟還是SSD 你沒聽錯是SSD 我們提供資料救援服務 所以這也是目前業界唯一 那我們提供給你很好的服務 也希望使用者在使用 我們也在接下來 8月底9月初的時候 我們也會針對 以530為基礎 再推出更新的SSD 但它不是以530的更快的版本 而是我們再多加了一個 我們跟EKWB合作的散熱器 那這個散熱器它的特色呢 是它採用6063的鋁合金材質 打造而成 所以重量更輕 重量更輕 然後更薄 但是同時提供更好的散熱效果 就是用鋁來幫忙 SSD做散熱 對 那因為各位都知道 EKWB是一個專門在做 散熱的水冷的大廠 所以它在做我們的散熱器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學問跟細節在裡面 它裡面有很多細小的毛孔 可以幫助SSD的熱器 可以快速把它帶走 同時我們也在這個SSD裡面 特別針對機殼裡面 可能會有空氣流動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熱帶走 提供更好的散熱效果 跟更穩定的效能 所以對玩家來說 它買FAKUDA 530 它除了用主機板的散熱片之外 它之後還會有EKWB的散熱器的版本 可以選擇 對 甚至說其實你只要用EKWB的散熱器 可以達到更好的散熱效果 在接下來8月底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針對 對於效能要求更嚴苛的玩家 來提供這樣子的產品 跟產品內容 那也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 所以呢總結一下 好 Seagate的FAKUDA內接SSD 我們有三個系列 FAKUDA 510 最早出席 是最早出席 出席的產品 然後是採用 GEN3 GEN3白FOR 對 GEN3白FOR 那提供給你3000CLUB等級的效能 那第二個等級就是我們的FAKUDA 520 那時候最早推出的 最早推出的GEN4 SSD 對 然後採用的是很好的顆粒 可以達到5000Mbps的等級 那時候已經很高了 那時候已經很高了 沒錯 那接下來8月6號 也就是近期我們所推出的就是我們的FAKUDA 530 FAKUDA 530 可以達到7000 7000聚能錄的GEN4 SSD 對 所以我們正式進入到7000的電腦 就是這樣 FAKUDA 1系列 從比較入門的GEN3白FOR 到出生試題的GEN4 然後到完整效能 7000Mbps的FAKUDA 530 都可以滿足各位玩家的需求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影片囉 當 PCIe Gen4 初出生於GAMING 在2019 它設定了 最高的速度 但如果知道 CGATE 我們不喜歡的 我們就看了 PCIe Gen4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推出 更多的技術 我們在講 快速操作 更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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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一個遊戲 新式遊戲 GAMING 藉口 融音 擴講 商品 對 FAKUDA 530 PG PC Builders and Gamers demand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in meeting these growing standards our team has outdone themselves. Let's start with the NAND technology. PCIe Gen 4 is wielding a lot of raw power and it takes the pinnacle of NAND technology to harness its greatest potential. We've put a top of the line 3D TLC NAND and Phison's E18 controller inside the FireCuda 530, allowing the CPU, memory and storage to all put in work simultaneously and faster than ever. I mean when you talk about speed, this SSD redefines what speed is for gamers. The FireCuda 530 hits speeds of up to 7.3 gigabytes per second. That's 2 times faster than PCIe Gen 3 SSDs and 12 times faster than SATA SSDs. So when you think of a PCIe Gen 4 SSD, it's really easy to focus on speed and speed we have in spades. 7.3 gigs per second is a ridiculous amount of speed. It's basically to the theoretical max of PCIe Gen 4. But speed's just not enough. If you're recording, if you're playing a lot of games, you're downloading a lot of content, you're clearing your drive to make space, endurance is critical. And what we mean by endurance is, is how much you can read and write on the drive. That's why we zeroed in our focus on building a high endurance drive and ensured we could hit up to 5100 total terabytes per minute. That means you can write and delete 70% of the drive's capacity every day for 5 years. So if you've got a 1TB FireCuda 530 installed, you can transfer 700 gigabytes every single day for 5 years straight. That's a crazy amount of data transfer. We're not using lower grade NAND, which lets you write to it fewer times. 0.3 times is typically the industry standard and we're at 0.7 times, which gives you that 700 gigabyte write per day.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if you're worried about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this really high performance piece. And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have on your mind is when is this piece going to fail me. With the FireCuda 530,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because you have the combination of speed as well as the endurance. It's a really unique trait to it. From capturing gameplay and recording live streams to editing video content, our PC rigs aren't just for gaming. We know that gam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work with a lot of data. And FireCuda 530 endurance frees you to write and delete content to your heart's desire. Our team built a drive that could stand up to long-term abuse and keep running at max speeds. You're constantly scanning Steam, GOG, or Epic looking for the newest titles to download. You download and install a bunch of games you can't wait to jump into. With NVMe speed, those installs happen faster and in-game load times really do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 With performance like that, endurance like that, speeds like that, we're about to set the gaming world on fire. And while early adoption might look like crisper graphics and faster load times, the future of bigger games, tighter rendering and faster plays at our fingertips. I kind of ner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PC components because I am a system builder and we're not cutting corners. It's a no compromise product.That's the coolest thing about this is when you look at it, we're using, you know, essentially enterprise grade NAND in a consumer gaming product. So it stands well above what gamers are going to expect right now. You are using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components, the latest CPU, the latest graphics. So you also want to use the latest storage because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a storage never becomes your bottleneck. We focus a hundred percent on what gamers want. We define what a console gamer needs, what a PC gamer needs, what's the newest technology coming out with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A lot of effort from our team goes into picking the NAND, picking the controller, qualifying, making sure it gets the best performance possible at launch. A lot of blood, sweat and tears wen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duct. And it's very exciting to finally be at the cusp of release and be able to get this product that we've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ffort and love into, into the market and share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piece of hardware is going to outlast your current rig. It's going to go with you to your next rig and it's going to be just as fast and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ride it just as many times and game on it and then move on with you well in the future. That's the cool part about jumping in at this phase of the game. A new bar has been set in the world of gaming SSDs. And with FireCute at 530, you'll dominate gameplay well into the future. Alright, let's go. CGate 來參加 Gameforz 線上活動 當然也會幫大家爭取一些好看的 你只要記住廠商的專輯通關密語 接著在 Gameforz 廠商專頁下有的 隨堂卡有試題 達到100分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 Dave 這次我們的專輯通關密語試 我們用的通關密語 剛剛在我們介紹產品的時候 我們有說到 我們用 Firecuda 530 用效能制霸戰場 Firecuda 530 用效能制霸戰場 大家都記住了嗎 但別一直在關掉影片喔 密語之後還有兩道帖幕 全部答對才能參加抽獎 好啦 內階講完 我們現在是不是換外階了 對 我們來換一個不同的口味 那在介紹前 我們先看一段產品介紹影片 我們先看一段產品 好朋友 我們先看這裡 1個版本的 這邊到1個版本的 按理 協議 好朋友 我們來看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外接的硬碟 那很多人說外接硬碟跟Facuta有什麼關係嗎? 好像沒什麼關係 因為外接硬碟再怎麼跑就是這個速度了 但我們這邊其實要跟各位溝通的 其實是今天很多人他買了外接硬碟 我想首選的品牌 大略就是ABCDE 然後在最後也是最prefer的品牌之一就是Seagate 那Seagate為什麼在外接硬碟市場可以獲得廣大的消費者支持 那也是因為我們是目前在市場上面有在做內接硬碟 然後也有在做SSD 有在做外接硬碟的廠商 所以每一顆Seagate的外接硬碟裡面所使用的硬碟 都是Seagate原裝的硬碟 都是自己家的 對我們就自產自銷啦 簡單來說就是產地直銷 所以我們也知道很多消費者 其實對外接的需求會越來越多 因為針對有一些可能行動型的玩家 他買了一台很厲害的筆電 電機筆電 對結果他買了很厲害的筆電 他想要 我想要升級更大的容量 哇這怎麼辦 錢啊 就錢 砸下去就有了 對 就跟淺錢說對不起 我真的需要酷東西 我們沒有錢 就花下去了 可是沒有錢怎麼辦呢 就酷不起來了嘛 所以呢我們也提供了 更好的解決方案給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在今年我們把 Faguta這個品牌 延伸到我們的外接硬碟 那其實延伸到外接硬碟 這也不是第一次出現 我們在去年就已經有推出了 兩個以Faguta為命名系列的產品 是 第一個是Faguta SSD 給你SSD M.2的SSD 外接SSD 對外接SSD很快 超快 但是只可惜 規格還沒有跟上 不過我相信後面慢慢會普及啦 所以不用擔心 第二個產品是我們的Faguta Gaming Dock 它是一個裡面有一個4TB的硬碟 然後再加上一個 NVMe的插槽 再一個M.2擴充 對對對 可以再擴充一個M.2 然後你可以在外接螢幕啊 外接鍵盤啊 那這兩個產品 其實坦白說 它都 有一點 超高 就是很高階的旗艦玩家 對 不是每個人可能都需要這麼多的功能 對 所以我們今年呢 為了要能夠適應市場 我們也希望 可以再把Faguta這個產品精神 還有這個產品優異的品質 帶給我們消費者 所有玩家 對 可以用到Faguta 給更多玩家可以用到 那你想想看 今天你買了一台很酷的筆電 整台筆電都在發光 哇 已經發光到已經快要出汁了 然後 它都已經快要可以 然後都整個戰場都已經在想了 你眼睛一掃過 外接硬碟 就這樣黑黑的 大大的 放在桌面上 沒設計感 更煩的是又多了一條線在那邊 是 只負責儲存功能 可是沒有任何作用 連裝飾的作用都沒有 心情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推出了Faguta系列的產品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們前方的這兩個產品 就是我們的Faguta硬碟系列產品 那裡面呢 右邊這顆比較大的 我右手邊比較大的這顆 是我們的 那Faguta Gaming Hub 可以看到它的外型 非常非常的簡潔 而且非常的洗練 線條 簡潔有力 沒錯 對全部都是素的 不是吃素的那個素啦 就是 都是很高雅 很簡單 我們叫做極簡風 是第一 對跟北歐沒有關係 但我們一樣有極簡風 那 它裡面呢 所使用的是一顆 8TB跟16TB的高雖然點 我們推出了兩個容量 可以讓消費者去選擇 一個是8TB 一個是16TB 那同時呢 在這麼簡潔的外觀 我們在裡面 特別拉了一個溝槽 對 然後呢 放了一條 隱藏式的RGB 燈條 就是 矮線 又不要那麼漏 對 就是 當你看起來 結果燈關起來的時候 相當的狂野 奔放 而且熱情 非常吸睛 然後又很有質感 所以 等於是堪稱就是 是不是很難想像 這有點 太跳動了 太跳動了 買回去就知道了 就知道這種感覺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為了要能夠讓它有更多的功能性 除了RGB之外 它前面 還有兩個 USB的插座 一個是 USB Type-C 一個是 USB Type-A 你想想看你如果有隨身碟 用讀卡機 或你手機要充電 就直接接到它就好了 接到上面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彎腰了 也不用怕找不到插孔 它就在我前面 沒錯 因為你的USB插在筆電上面 或插在桌體上面 就占掉一個USB-A 是啊 那接下來你要再插另外的裝置 是不是又占掉另外一個 就變得 就越來越少了 你還有多少裝置要養 你看有滑鼠鍵盤要養 他們都要USB-A 沒錯 所以 今天用了一個 C-Gate 之後 我們再還給你兩個 有Type-A 也有Type-C 那你可以透過前端的 這個USB端子 直接去 讀取資料 直接去幫你的手機充電 或是 直接在上面 做你想要 做的擴充 就等於說我現在 接了GamingHub 他除了幫我擴充容量之外 我前面還可以多接USB 或其他的任何USB裝置 對對對 就很方便 所以 你只要放一台這樣的裝在桌上 不只有幫你的 筆電或是你的桌機 在更快速的擴充空間 同時我們也提供給你桌面更整齊 還給你桌面更整齊的空間 然後 給你更多的功能 沒錯 是不是感覺很方便 超方便 對所以這一台呢 我覺得 如果今天你是有 對於外型 對美學 有相當執著的人 然後同時 你又想要有一個 大容量的硬碟 這個是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是 那 再來第二個 我們除了給剛剛 我們提到在家 可能想要擴充大容量使用者 是不是很多人可能會 對有些電競玩家他同時也是影音玩家 他同時也是 一個 很專業的影音工作者 資料要帶著走 資料也要帶著走嘛 或是說他就算不是影音工作者 他裡面可能存了幾百萬份的Excel 是 可能容量也很大嘛 沒錯 Excel裡面多開幾個聚集 打案大小就大到一個不行 沒錯 所以你也是需要一顆硬碟 是啊 所以我們又推出了一個 2.5吋的 就這個 對 這一顆 2.5吋的 Fire Cota HDD 對 那讓使用者呢 在 出外出之餘 他也可以有 更大的容量 然後回到家或是在外面 他一樣可以有一個非常炫炮 非常酷炫的 外接適應碟 放在桌面上 所以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賞心願望 是啊 那我們一樣提供兩個容量給各位選擇 一個是 那另外一個是 供我們的消費者 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購買你所需要的容量 那我們今天的 在外接攝影碟 我們還同步做推出了這兩個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Fire Cota系列都有 RGB 再來這個RGB呢 還支援除了你可以自行定義之外 是 我們還支援 Razer的 Chroma 燈效設定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是用Razer Chroma 它的軟體 那我們就可以把 GameDrive 跟GameHub 納入一起做一個 燈效同步的功能設定 對 我們可以進入 我們所謂 電競登場的 生態圈 其中一元 就是同步燈效 同步燈效 對所以你的桌面上可以共同使用同一套燈效 然後我們都是加入Razer的這個生態圈裡面 所以可以打造你的桌面 讓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奢華 那 在這一次 因為推出了這兩個產品之後 所以也讓我們的Fire Cota外接硬碟 產品線更加齊全 更豐富 對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這兩個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 一開始有提到 我們還有推出高速的 Fire Cota Gaming SSD 然後再來有Fire Cota多工具 Fire Cota Gaming DAC 對 還有這兩個產品 是 所以從由下到上 每一個產品 每一個 都對應 可以滿足每一種不同消費者的使用需求 就是說如果你找一個 輕便隨身攜帶的 然後又要比較相對親民的選擇 就是我們的Fire Cota的 Gaming Drive 大一點容量然後多一點擴充就好 對 Fire Cota Gaming Hub 對 那如果你是 那直上了啊 直上Fire Cota Gaming DAC 有硬碟有硬碟有硬碟 它可以擴充一堆iPhone 對 那如果說你是 外接 效能又要最強 那就是 SSD Fire Cota Gaming SSD 對 一次滿足你的需求 對沒錯 就是一次滿足你的所有信仰跟需求 那我們也希望 精進我們提供給消費者一些產品啊 服務 那 在 這一年 我們呢 也深刻體會到 我想各位很多人都是在家上班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 有很多人在家創作 他用家裡面的電腦 或是用公司的電腦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在今年 資料爆炸 成長的一年 我們如果去看一下 比如說 Amazon啦 Google啦 或是Microsoft 這幾家有在提供雲端的 服務 的這些 vendor 其實他們在今年都是收穫滿滿 收穫滿就賺很多錢啦 是 因為很多人都訂閱他們嘛 因為都在家上班啊 需要雲端的空間 對啊 需要視訊會議 對對對 這些東西都要 那 累積出來這麼多資料 每一個資料都很寶貴 所以呢 我們在今年 我們特別針對 Seagate的 高階產品 或是 特殊應用產品 我們推出了 資料救援 服務 而且是你不需要再另外收費 我們不會再另外收費 直接內建在產品的 保固內 就像我們剛說到 Fakuda 530就含了三年的 資料救援服務 對 所以 我們針對現在像硬碟 我們目前有提供資料救援服務的 有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提供 全系列產品 都有三年的資料救援 然後呢 再來 SSD Fakuda系列的SSD 我們也提供了三年的資料救援 也就是說 當你購買的是 特殊型應用的 SSD 或是硬碟 我們都可以提供給你 非常完整的保固服務 是 那除了 一般的三年保固 或是五年保固 道府收送之外呢 就是產品保固的部分 對 那連 裡面的 對我們都 幫你一起 打包 直接一起 幫你保 保起來 所以就等於說你只要是比較特殊應用的 像是NAS 或是 那種監控用的硬碟 或者說比較容易隨身攜帶造成一些問題的 對 就是難免有些意外的 就是行動產品 這些都有這些 資料救援的保固服務 是 那我們目前呢 從過去到現在累積下來 我們資料救援的成功率大概是90%左右 這也是因為也是你們 自己做 對 自己生產 對 然後自己修 自己救 還自己救 自己的硬碟自己救 我們就提供了一整到一條龍 包固式的服務 是 所以呢 我相信在未來我們會更加更加努力 在滿足 消費者 所滿足我們的使用者 對我們產品的信心 然後 對我們產品的 喜好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能夠 各位消費者可以再給 我們更多的機會 那我們可以為大家服務 我相信如果你有一次 硬碟壞掉的經驗 你有資料不接你的經驗 如果你用的剛好是C-gate 對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再換它 但我們不希望這個多多益善 這個是 預防萬一 我們也不希望你再多花那個時間 當然 但是我們提供給你 對所以不是告訴大家說 一定資料 一定會壞掉 不是喔 是我們多給你一層的寶藏 沒錯 那當然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畢竟還是有再多一個風險 所以呢 沒事就多備份 多備份沒事 對 多備份就沒事 對 好那今天我們的 介紹到這邊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C-gate的攤位新品介紹 Firecuda 530 Gauchus SD 與Firecuda Gaming Hub 與Hard drive 各位玩家都記住了嗎 那 這次廠商也提供了相當多的獎品 各位可以到 Gameforce活動專頁 闖關 查詢 抽獎資格 然後 各位一定要記住這個時間 8月28、8月29是我們 Gameforce 線上活動的正式直播時間 我們會邀請到廠商來現場跟大家直播 開啟Zoom的會議 讓玩家能與廠商互動外 還有更多的課程與闖關贈品 要送給各位玩家 最後先謝謝各位玩家的收看 感謝Dev 替我們詳細的介紹 這些新品 那我們就直播當天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皮靜不開啟Zoom 感谢观看